我们学院在法门 自己要清楚 自己是什么更新 学院错了 那你就是药吃错了 得病把药吃错了 不但治不好病 可能病上在加病 你说多麻烦 佛法是药 八万四千法门 就好像到药铺里看 林林录作那么多药 你能吃吗 你敢吃吗 我们知道 没有医生厨房不敢吃 会怕吃坏了 那佛法你随便修 你就不怕 我们中国大乘佛法 讲的是宗门教书 属于佛教本身称宗教 跟我们现在讲的宗教不相关 这个一定要知道 佛法自称为宗教 这个宗就是称宗 叫宗门 禅宗之外 其他的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乡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教学的方式不一样 禅宗说 悟后起修 没开悟的时候 没开悟的时候 不看经教的 不看经典的 开悟之后 再看经典 那么教下呢 这先从经典下手 到最后啊 开悟了 所以这是两个路子 所以禅宗对什么样的根性呢 上上根人 那是他的对象 普通人做不到啊 这个我们要晓得 普通人做不到 所以不是上上根人 你要去参参 参一辈子 就别参了 你不会开悟 你要是不能开悟 你的生死就不能了 换一句话说 该怎么轮回 还是搞轮回 所以我出学佛的时候 三个老师都警告我 不能学禅宗 决定不能去学六祖参间 不能学悟冷 直接了当告诉我 你们有了个条件 方老师介绍我 法相为始 介绍我 大方光火化也 黎老师介绍我 净土 介绍我 大佛顶守栗眼 教下了 教下对象是上中下三根 从今天下手 按部就办 就好像读书一样 你的从小学 中学 大学研究所 慢慢向上提升 而禅宗呢 禅宗是天才儿童 他不要小学 中学 大学都不要 他一下就可以上研究所 他有这个本事 所以没有这个本事 可不能碰他 那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学习的 所以在佛法里头 一个禅 一个密 密必禅 还要好一点 确确确实实 禅宗 不是上上根 真的 不得理 密 也是这样的 但是密 还有此地 先学 是咸教 咸教 有一定的程度 咸教就是教下 有一定的程度 才参加考试 也就是 咸教里头 没有到大车大物 大车大物进行 比大车大物低级了 应该就是大物 有小物有大物 换句话是 清净心 得到了 大车大物 用我们这个晶体上 标准 清净 平等 这 这就是大车大物 明信 见信 这是禅宗的条件 中文的条件 在教下里面 得清净心 该做说 得清净心 就是见死烦恼放下了 职质 职责 没有了 当然 智慧开了 清净心 神 智慧 这叫开悟 这还不是大物 但是 如果真的得清净心 见死烦恼断了 可不可以消灭了 可以 但是 还不是密宗 正式的学生 密宗正式的学生 还要向身上提成 大物 不是彻物 大物 大物说 还要把 沉沙反倒放下 就是 你能与 事出事件 一切法 不分别了 这是 这是密宗 正扩生了 你才有资格学习 不那么容易 他大物了 他还没有切物 为什么呢 他还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无名烦恼 没破 我们选择法门 自己要清楚 自己是什么根性 选错了 那你就是药吃错了 得病 把药吃错了 不但治不好病 可能病上再加病 你是多麻烦 佛法是药 八万四千法门 就好像到药铺里 看灵灵 都做那么多药 你能吃吗 你敢吃吗 我们知道 没有医生厨房 不敢吃 会怕吃坏了 那佛法 你随便修 你就不怕 随大乘经里头 化验里头就讲 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古来这些祖师 祖师大德 就好像是大夫 好像是护理人员 他们懂的 我们想学佛的 找这些人 他看看我们 什么样的根性 给我们介绍 哪些今天 这是必要的 不能随便自己 去摸索 所以学佛 老师 确定你这一生修学 成败的关键 你要遇到真正善知 是真的好老师 你就占很大的便宜了 不走弯路了 自己有病找到好医生 医生给你开房子 你吃了这个药病就好了 所以佛门的善友 难遇 我们到哪里去求 不 现在也没人求了 为什么 连父母都不孝 都不要了 哪里还谈得上尊重老师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吏 佛 阿 佛 阿